第一次空军官校AT3教练及失联 南投花莲救难人员已经待命 准备今天就要入山搜救 而花莲系统消防局第三大队副队长张崇石说 预估徒步前往教练及失联地点至少需要五天 目前是已经被妥了救灾器材 预罕衣物卫星电话和五天的粮食 那个代官军方请求支援 即刻就会入山搜救 马博拉斯山的山路破碎 稍一不慎就会滚落数百公尺的深山谷 上山难度高